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法新聞 這個去年 沒多久之前 大家都要記得 倒扁 那時候有100萬人到100塊 所以今天超過一億 有36萬人像雞頭 要拉阿扁下台 結果那時候都有百萬人 要拉阿扁下台 反貪腐 阿扁還不下台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比較 今天民進黨連署公道東山 已經幾乎有百二萬了 百二萬 大家明天再加起來就百二萬了 那時候一百萬人阿扁要下台 若是這個邏輯的通 我們可以說嗎 說百二萬東山要交出來 行國家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如果照這個邏輯這個計策 現在我們說的是有百二萬 我們要叫東山都要交出來 那時候的紅三軍有說這也是貪腐的一種 所以我們要說的是建立台灣的新計策 我們現在也不是說那這樣都要交出來 是用公道看人民的意見 這不是一種民主的聽說嗎 好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今天再看到說 我們現在台灣人 去和新加坡交流 結果不受歡迎 去打倒回來 為什麼 所以說我們 打倒回來 就是年生 就是用什麼 什麼頭 什麼頭 刺蝟頭 所以 我們覺得很沒力 丟進台灣人的臉 所以 台北市政府說想要再恢復法禁 同時他的教科書當然是一天一本 我們要說的是 到底這個 這樣是我們台灣不對 還是說人家新加坡比較好 這種恢復黨 恢復法禁 這個一天一本 到底是不是 復辟的舊勢力 都回到古時代是不是比較好 新加坡都對 台灣都不對 這是馬英九馬主席 最近去訪問了 說我們要效法新加坡 除了這一話 我們看到美僑商會在台灣 罵台灣政府說不三通 不斷的換行政院長 台灣會玩完了 人別人都一直進步 OK 所以也是美僑商會對 台灣不對 事情是這樣 台灣現在要不要建立自己的自信 到底這裏面的邏輯對不對 今天我們要來深入的討論 趕快來介紹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台南市市議員 他也是這一次立委初選 剛剛宣布敗選 王定宇 王議員 王議員 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政治記者 鍾連煌 連煌你好 同意 各位鄉親大家好 好 來 我們現在就要來重溫 過期那個畫面 洪三軍時候的畫面 馬英九說 他五萬人上街頭 擺在小燕案 他就落台了 這樣 洪三軍三十六萬人中街頭 落台了 一百萬人 加一百塊 旁邊要落台 我們等一下要來討論 哪是東山到底是要怎麼處理 我們先來看VCR 島邊總部7號召開國際記者會 開放中外媒體訪問 施明德批評陳總統格局太小 只知道在利益上下功夫 卻為正式 短短七天內凝聚的百萬人民力量 對他有何威脅 面對這樣的情勢 如果陳總統 一點點都不思考到退場機制的話 我認為他的勢力是不夠周圓的 阿扁下台 島扁總指揮施明德 帶著所有指揮群 登上用貨櫃臨時搭乘的舞台 登高一呼阿扁下台 台下群眾激情回應 看到凱達格蘭大道一片火紅 施明德向陳水扁總統喊話 假使你還戀戰 假使你還想你拗 一定要拖到2008年5月20號的話 你現在應該想的 是在未來的這將近兩年之間 台灣將癱瘓 台灣將成為一個植物人的國家 從9月9號倒扁靜座開始 紅山軍出沒台北街頭 9月15號圍城之戰 從台北車站到凱達格蘭大道 紅海一片 10月10號天下圍攻 紅藝人揹法集會 卻硬是把台北街頭佔為己有 甚至進而影響台北用路人權益 事實是明德突然走下車 在SOCO百貨前就直接坐了下來 大批紅山軍也跟著席地而坐 當場宣布靜座10分鐘 還要大家先吃個飯 天下圍攻 島邊總部突然來個快閃 搞得警察雞飛狗跳 東區交通大癱瘓 接著出席罷免審查會 國民黨作囚讓馬恩九暢所欲言 作囚總統應該之所進退 馬恩九還拿自己當年的例子做說明 發生白曉燕明 我自己是深感羞愧 因為我負責治安的政委員 我5月4號看到了 我5月8號就辭職了 為什麼呢 我實在覺得很慚愧 好 其實剛才那個 馬英九 馬主席在國會裡面 說那幾句話 再加一句話 他有說 他說那時候白曉燕 5萬人上街頭 我就下台了 OK 那麼剛才我們看到洪山軍 那是36萬人上街頭 還要下台 100萬人關100塊 但是我們現在要給大家看 這是最新民進黨對東山的連數 現在是100